大家好,欢迎来到刘海据点,我是刘海 今天我要来开箱这个王者荣耀对战卡牌 那么简单的来说呢,这个呢 就是一个王者荣耀版本的三国沙卡牌游戏 那么这一次为什么会选择它来做开箱呢 因为好奇啊 首先,这个先不理它是不是三国沙 只要是王者荣耀,我就对它好奇了 到底三国沙版本的王者荣耀 哦,不是 到底王者荣耀的三国沙版本 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真的是对它非常好奇呢 首先呢,我要注明呢 我不是一个三国沙的玩家 我也从来不知道这个三国沙游戏到底怎么玩 我对三国沙这个卡牌桌游是完全零知识 但没关系,因为它今天是王者荣耀 我们一起解剖解剖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至于啊,王者荣耀到底可以怎么跟这个三国沙联合在一起啊 你们一定很好奇想知道嘛 如果硬要牵扯这个关联的话 那就是你们不要忘记了,王者荣耀有一大部分的英雄 不要加个外价过去就是顺山香 如果有点小尴尬,总是撑场面 大桥小桥周瑜总是峡谷面对面 卫国潮潮太OP,点尾太文基 最后两个不熟悉 后登加增机 OK,现在我们一起来打开这个对战卡牌三国沙的盒子 首先里面一开始就会看到一个 对,它就给一个内战卡牌游戏说明书 里面就会好好的去介绍这个三国沙的游戏是怎么玩的呢 那么接着呢,这里会看到 它给了三个 那么这个部分呢,你看后面有四个星星的 有星星的呢,就是荣誉卡牌 那么其实简单的来说呢 卡牌的部分它有分几个 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荣誉牌 那我们先来开开看荣誉牌 里面有什么东西 其实我是对里面的那个内容一无所知啦 好,这个卡牌的那个质感呢 就是一个普通的卡牌来讲 一个普通的质量 可以说就是像我们平常市面上的扑克牌 或者是Guno这样的卡牌的那个质量 那个质量 好的,这里有星星的呢,就是荣誉卡了 然后这边呢,还有第二个就是王者身份卡 然后还有角色卡牌 角色卡牌就是王者荣耀里面的那些 英雄人物啦 然后还有这一部分呢,斗战卡牌 就是这样 那所以我们就先来看第一部分的荣誉卡牌 看有三星 然后有五星 如果没有错的话呢,这些荣誉牌呢 就是分配给每个王家 看你是拿到五颗啦,三颗啦 这个就是你们的那个分数计算 那假设就是说,有英雄人物死掉的话 就会把那个星星打掉 然后所有星星打到清零的时候 就是game over啦 就是这样子而获胜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身份牌 身份牌的话,它是有点特别的 它有勇坑钻石,你看钻石段位 它是用王者的段位来放的 interesting 它有一个这样的称号 神坑队友,超神队友 最后一个就是最强王者 最强王者为一张 所以这个就是分配那个身份卡 身份卡就有一点像人杀这样子 所以如果拿到最强王者的话 就是可以直接亮牌 就是讲,我最强王者 拿到最强王者直接亮牌 然后你可以拿到王者该拿的角色 那些奖励那些分 对,只有他是最特别 可以直接亮牌 那其一拿到其他身份 就保留身份 不要透露你的身份给人家知道 那么这个隐藏身份的部分 其实有点像蓝人杀 对不对 所以突然间这样子说的话 对我来讲是interesting 因为我们还蛮喜欢玩这种隐藏身份的游戏的 那么身份卡 它是这样排列的 首先最强王者 他在顶端 超神队友 然后接下来 在下一个阵位 钻石 神坑队友 那么我从说明书得到的资讯呢 就是 每个身份 他有他不同的目标 首先就说这个最强王者吧 最强王者的话 他就是扣光所有永恒钻石 就是这个 永恒钻石 或者是神坑队友的荣誉 就是把荣誉 就是荣誉卡 就是把荣誉卡打光的话 就会让他们直接输掉 这个就是他们的胜利条件 那么超神队友的话呢 他就是一个辅助 他就是要不幸一切 去帮忙这个最强王者 所以胜利的条件呢 其实是跟最强王者是一样的 就是要把这一堆打光 他们的荣誉打光 那么至于 永恒钻石呢 他就是要把 最强王者的荣誉 全部打光光 然后晋级为最强王者 对 还是要晋级上去做最强王者 然后神坑队友呢 他就比较有一点劣势 他就需要除了自己之外的 那个所有人荣誉之外 每个人的荣誉 就要打光光 他才能成为最后的那个王者 所以这个游戏一开始 也蛮看自己的运气的 就是看一开始 抽到什么身份 然后好可以拿到 你自己的一个优势 所以其实这款游戏呢 是适合4到10个人玩的 就是4到10个人 里面去分配这个角色卡 看你就是抽到最强王者 永恒钻石超神队友 还是神坑队友啦 这样子去做一个这样的游戏 好啦 其实这个游戏呢 我得到的资讯也不多 真正的一个三国沙的玩法 是怎样 其实我也不太了解了 也有可能因为王者荣耀的关系 跟正宗的三国沙是有区别的 所以 我还在研究当中 我有可能讲错的地方 你们可以给我纠正一下 那么有一天 当我已经熟悉这个游戏的时候 可能我可以拍一个 简单的 就是实体地上 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介绍这个游戏真正怎么玩 今天主要是开箱 给你们看一下里面的 这个王子荣耀的内容到底有什么 好 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角色卡 其实我蛮期待的 因为里面就是王子荣耀的所有的角色 然后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英雄就是庄周啦 因为他有一句格言 非常的让我觉得他很吸引 就是你的队友打得最快活的时候 打游戏就是团体在那边打最快活的时候 他突然来一句很骚的一句话 一群人在那里打来打去 有意思吗 其实这句话对我来说蛮说明社会现象的 对 所以世界也麻烦美好一点 不要在那边打来打去 让我们做一个和平主义 打造一个美好的世界 封第一个就是诸葛亮 那这里呢 他就有讲一下他的阵营了 所以只要是这个标志的呢 就是三国的阵营 就是跟三国有关系的英雄 对 因为诸葛亮是三国的嘛 然后这里就有说一下他的那些功能啊 他的那个招数 他可以跟其他的那些行动卡 就是行动卡 会有所关联 然后甚至有些招式会变成一些打点啊 combo这样子 现在基本里面呢 那个招式我是不会怎样去解释啦 因为其实我还没有搞懂 所以我们看一下有什么 赵云 OK 认得出 狂兽血性 这样飞 这些全部都是三国的耶 小小小 诶 也是三国的咧 OMG 看他的art就是三国的 不是三国不啦 就是王者荣耀的 对 我们熟悉了 下后盾 诶 有些有两个诶 两个招式诶 活力进发 翻滚 突兴 他的招式是我们王者里面的招式吗 我不确定 因为这些英雄没有玩 应该是吧我觉得 他就是我们选的角色 然后看到的那个art就是他 他就把他同样的设计在卡里面 看有什么 应该是全部都是一样吧 不 我觉得有些可能会抄袭 那个皮肤的art在里面的画风 王宗 王宗其实在老人里面 我觉得他是画到最美的一个 关于 这个关于有一点太经典了 好 貂蝉 哇 别鬼大乔 胆起 猝死英雄 胆起 孙悟空 对 你看看看 开始已经出现其他的阵营了 这个是其他阵营 就是跟三国无关的 孙悟空不是 孙悟空是神话的 阿柯 曹操 你看他又回到三国了 曹操 曹操最OP 董皇太医 蔡文基 蔡文基 怎么变成了一个小孩子 他设计我也不明白 没关系 游戏不可以跟历史作为对比 那这个是连坡嘛 江子牙 江子牙 江子牙他 Zoom了 就是变小一点 中葵 是吗 是中葵 对中葵 向羽 成吉思汉 凝正 牛摸 礼牌 九金 鱼姬 好 就是这些 这个呢其实是一共加起来162张的卡牌游戏 所以162张就是玩的时候 应该会全部运用在一起吧 它的卡牌 这个就是我觉得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变三国山 然后吸引我想要去 就是开这个东西的一个地方 就是你看 还有把王者荣耀的元素 它的那些小招式 可能散现啊什么的 那这个呢其实是Action卡 也是说基本卡 基本卡它有分为三种的 就是有攻击啊 防御啊 跟恢复 所以你现在开到第一个 就恢复卡 恢复就是人家打掉你的荣耀的时候 你又可以恢复回来一个 对就是这样子 砍杀就是攻击哦 对 你可以直接用野兵去 砍人家的那个荣耀 应该是这样子啦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我是没玩过了 然后就有其他的这些技能 这些我就要去了解啦 因为它有其他的功能 你看它有一些 它这里就是右上角 会写一个技能 横行霸道 神秘礼宝 这个没有看过 也是技能 这些全部恢复 砍杀 防御 暈眩 然后这个技能呢 就要有点特别 然后你看一个其他的 就是普通的技能 然后这个就是 岩石技能 岩石技能的情况下就是 它会刻意去看 可能不会在这一回合发动 可能会在下一回合 或者是厚厚一个回合 它就会到那个时机的时候才发动 可以岩石技能 这个就是 它跟那个普通的技能 有分别的地方 这样的暈眩咯 可能就是下一回合 会出的效果 岩石技能 哦 这是武器的装备 然后这个你看 就是看有没有 就是很很 你很在玩 那个王者荣耀的感觉 对 就是你的人物 还可以穿装备 装备也有分三种的装备卡 就是武器啊 装备啊 然后鞋子啊 砍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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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 暈眩 咦它只可以 啊暗顶战斧耶 打野用了 啊 急速战 哦 哦鞋子 密法之 哇 冷静之 这怎样读 防疫 砍砍 破甲工 破军 ADC 最该 在最后一到两件要出的东西 强化 窃取 王者宝箱 哎你们看 你们看 你们看 恢复 弱化 这些东西好 别一个一个卡 王者宝箱 续的 来还有一个 还有什么 对 狂暴 平坑之我 哦一样 道具跟那个 呃 基本卡 还有技能卡 混在一起 对 这些全部都是 这些刀杀的人 真的没看过这个 这可能跟那里山谷杀的一些 啊 游戏操作有关系的吧 可能有用嘛 所以他们加进去 很新霸道也没看过 这些 哦 看蓝芝是 打野用的 那 ok 所以基本 这些 ok 都是差不多吧 都是差不多 所以我看一下 所有的卡片的厚度加起来 大不然有这样多 其实 以卡牌来说还蛮多的 对 但是它可以足以让死个人玩 这款游戏 所以多一点卡 是可以比较耐玩一点吧 那其实它有一个卡牌卡 曲曲义啦 我是不太懂啦 所能看到啊 这里是有些判定区啊 然后 武器牌啊 护甲牌啊 然后放鞋子啊 然后放一个简易的鞋子 也不明是什么 身份牌 然后这边就放人物容易了 人物牌 哦 所以人物牌到底可以放几个 我也不知道 所以目前为止呢 我对这个坐游呢 还对它蛮有期待值的 我也想找人一起来玩玩看 这款坐游到底有多好玩 所以 给我一点时间去研究一下 那么你们如果对这款坐游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去塔宝或者Shoppy找找看 因为我是在那边找到的 那这次呢 非常感谢你们来观看我的影片 喜欢我的话 记得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哦 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